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怎麼樣去改這個協作平台它的附景顏色 一樣到管理協作平台這邊來 我們選擇色彩及字型這個項目 它這裡有很多的選項 可以讓我們字型去調整 它的顏色 它的 版面配置 假設說我們頁面背景色彩 我們要本來是 使用主題 我把它弄成自訂 例如我選 灰色 那儲存 這樣子我們來看 它整個版面 就會把它改成 我們所選定的灰色 這個樣式 我們下一個 讓我先把它改成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